欢迎收看三个稿说情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比赛是二两三景啊 9月21日 演员会男主的小柴A主的第二轮 中国队的免队 甚至红的球衣的就免队队 甚至潜绿的球衣的就中国队 现在中国队是打击三球 好的 现在 三本场时间啊 四十五分钟 还有四分钟的比赛 咱们看看啊 上部场能够出现什么样的比分 现在 缅甸队获得了一个 任一球 咱们看看 大脚开拙 漂亮 连着的后脚跟全球 看中国队 往海坚 漂亮 这边抢下来了 王昌 上个黄家辉 中队在后场不着急了 现在继续往海坚 上个江生龙 继续一板一板的往前走 中队后防线还是 非常的不错 现在继续往海坚 往下坚 往前踢 失误 比赛 继续 看看这球啊 好的 缅甸队 踢着中国队险些抢断 好的 这个球 为啥 王昌 往后退呢 回敲 继续 拼抢啊 漂亮 逃向楼 哎呀 这个球掉了 又被缅甸队抢断 漂亮 中国队 流眼 从来 现在往海坚 往正 往前踢 戴北军 戴黄 给王昌 回敲 现在看看 上面 能不能再进一个 高铁一 往前走 刘洋 高铁一 蒋上龙 这边高铁一 往海坚 刘洋 拿球 来到门前 一个投球 哇 中国队果然 又进一个 刘洋的助攻 戴北军 投球打进了 刘洋和戴北军 中国队上半场四比零领先的连天 真棒啊 这球打的一点毛没有 那球比也是给中国队的天才小将抱有热烈的掌声 咱们看看啊 这个球 刘洋 往前下 然后 晃开 对手 直接一个 大脚的 掉到门前 然后戴北军的一个三龙脉尾一个投球 轻松打进 我们的四比零开局 啊 四比零上半场 简直是竞争球 非常大啊 两局基本就锁定出现的银耳了 总得在演员会上很有机会获得冠军的 回销 马上进入商听普世阶段啊